大家好 欢迎来到PTS消索 上段影片只是介绍了外观方面 内部的是不是很想知道有什么 这段影片就会介绍内部里面究竟有什么情况 好 说明一把电章 它本身里面是已经有电子系统 它也可以有三个不同的模式 分别是单发和三连发 单发和五连发和单发和连发 首先 我现在就介绍如何转模式和还原 好 是时候介绍不同的模式了 但是一定要先清掉窗 不然的话射到人就不要了 好 现在介绍如何转模式一 模式一就是把SATA拨到单发这个位置 按住它 然后单发转连发 再由连发转回去做单发做三次 在入架的位置你会看到有个蓝色灯 表示你把窗已经进入设定的模式 按一下 闪一下为模式一 你按两下的TRIGGER 会会闪两下 就进入了模式二 按三下的TRIGGER 闪三下进入模式三 之后放开那个TRIGGER 那颗蓝灯自己在那里闪 它已经设定完成了 现在就试回单发和三连发 它射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试窗 首先 现在是单发 好 三连发 好 现在介绍模式二 就是单发和五连发的试窗 首先单发 到五连发了 好 现在到最后一个模式 模式三 就是单发和连发 首先试了单发 到连发了 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 多谢收看